身价三级跳,美国狂人把自家老车改造成不隔地 骑龙无需否认,身价不凡的山珠王布 家地骑龙,向来都是多金土豪车库里的 大玩具,但倘若预算有限,却又想异常当超跑车主的快感 不妨可以向美国这位改装狂人,动手将自家的海 带裤配老车,小手改装成为妙为肖的的布 家地骑龙,先不论尺码足足小了布 家地骑龙一号,但光是这款山寨版的致敬之作 不仅如实还原了正宗经典的猪鼻子水箱护照 同时诸如LED头尾灯,全车空力套件,大型尾翼,B 隔地厂徽等各式元素,都在原车主的巧手施围下 全数比照办理,光用看的,还真的会让人有看到正牌 山珠王的错觉,不过可惜的是,原车主并未释出完整的 内装成果,仅能从两张赛车座椅的剪影初步推测 这款山寨版骑龙应该也有相当大范围的变革,只能 说,这车主真的很有爱啊,全球配额仅500辆的布 家地骑龙,日前也曾短暂以实车之资限 深台湾,根据当时总代理永三汽车表示,倘若想在国内路 守着头最强猪王的话,空车价得先花上280万欧元新 台币逼近9200万元,当中还不包括选配,税金等 其他额外费用,而且即便筹到钱,长达三年有余的后车骑 也是让不少车主打消念头的一大主因,不过看在一 500匹,163.19公斤米的狂暴输出,再加上原厂 绑破百加速不过2.5秒的惊人加速实力,如此看来 也就不难想见布格地骑龙仍是不少性 冷车迷心目中的绝代意